嗨,大家好,我是Dion BK 我今天在东京的秋叶园 我们来探访一位在日本做黄油的一位制作人 然后看看他在日本的生活状况是一个什么样子 以及他对这条产业链的整个的理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吧 我就跟你说黄油呗 黄油 无论人再复杂 或者你的性癖再特殊 这个世界上总有跟你性癖相投的人 日本生产者生产的内容 由中国人把它销售给美国人 销售到世界 您好,您好,您好 这边您好,您好 你就这次就叫我夜蒙吧 一般网名的话都是零期夜蒙 然后你现在在日本是多长时间了 8年 2015年过来 我们老习惯吧 就是这个做这个游戏 大概前从哪来 钱从哪来 好讲吧 好讲好讲 基本上是以前草币留下来的 积蓄了 还是币圈的 十来年币圈了 互联网创业做过 币圈的创业也多多少少做过 比特币区块链 你这边的话能说一下这个游戏大概现在制作的话成本是多少吗 它体量其实是在一个几十万人民币左右吧 大概预估能赚多少钱 预估的话一款的话现在是目标100万到200万之间 好像也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但是追求一个回本 已经快速开发了 它基本上就是日式这边的话 我们叫做它美少女游戏 美少女恋爱游戏 girl game 如果是国内大陆观众而言的话 那就是小朋友 这边是你办公室是吧 对办公室 这边看一下 我在缺委员附近 过十年 基本上我们比较小的一个团队 才四个人坐在这 一个开发 对面一个通 然后我们这两个 平时沙发就留在这边 接待一些客人过来 然后我们阳台是比较大的 天不冷的时候直接坐在外面 那像你在日本做小黄游 它会有什么样的限制或者手续吗 几乎你可以当做它没有 因为我这边我要再去严格的定义一点的话 我们做的还是属于同人范畴的游戏 那我做出来之后 我其实只是看我的发行商 就是发行平台是在哪里 那我的发行平台 现在的话 基本上日本这边的话 一个是DLCAT 一个是DMM 就是原来 现在叫方杂了 原来就是DMM游戏 在这两端 然后的话 其实真正会需要审核的部分是 之后上Steam的时候 肯定是要过审 才行 因为日本的这两个 刚刚我说的这两个平台的话 它有他们自己的 就是这个A18专区的 你真的说要过审的话 其实也就是从他们那边走得到 但一般也不会有人去 就是我真不让你过的部分 当然了就是国际范围内 对于某一些要素 它肯定还是不让过的 那现在日本这边的 这个黄油产业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如果是我们广业上来说 黄油产业的话 它是一个日落西山的一个状况 它基本上和日本的 伴随着日本的纸质出版行业 不断地在被腰斩 它的黄金期是日本的90年代 到2000年初的这一段时间 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 有一家游戏品牌 它叫做戏画 是一家A18游戏品牌 它今年3月 去年已经公告了 今年3月的话会停止 它的A18这条生产线 它相当于 黄油业界的暴雪 日本的老一代的黄油公司 就是已经运营了 世界20年或者30年的 这些运营公司 他们的因为他们 里面的工作人员的年龄上来 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这些公司 那他们的销售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发行渠道 是非常受限的 因为发行渠道的受限导致他们整个市场的萎缩 你如果去秋原看一看的话 像Soft Map或者其他的一些朋友 卖碟的 他们最后产出来的商品模式 还是一张DVD 大包 卖给你 这是他们的PC游戏 对面这基本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这个秋原这条街的 入口 可以当做入口 然后这里的这条 这条铁轨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 过了这条铁轨 我们就可以说 OK 我们开始进入秋原的整个这条街 然后这一块 其实前几年过来看的话 没有这么萧条的 但是看去萧条很多 他的广告牌 也已经是被一些 不太明白的地方占领 现在日本这边 环游业界的问题的话 从我个人的一个观察的角度来说的话 还是他们按照老一套的制作方式 再去进行制作 他们会从企划到制作完成 可能有一个一年到两年的周期 它的销售模式还是会固定在日本本土市场 然后会出光 是出实体光盘去进行销售 那现在市场萎靡到这个程度之后的话 你一款游戏你打它 我们算一个简单的算数问题 如果你的售价是一万日元 一般都不会卖到这么高 一万日元 你去直接销售的话 你可能出几千份到三万 三万份可能都达不到 一万份左右吧 一万日元 你卖了一万份 那代表你其实是回收了一亿 但是你这一亿要去分给发行商 分给你的这些行销平台 你最后回收的可能也只有三五千万左右 它其实刚刚可以说是一个宝本 宝本线 可能都达不到 那现在在DMM他们这种新的线上的这一套产线上面支持出来的这种新的黄油的话 这些公司活得好吗 非常滋润 你进入它的那个体系之后 你就活得非常的舒适了 因为我不管怎么样 整个的就是发行平台里面 它就是巨无霸 就它一家 那里面的头部的游戏是一波 然后剩下了一波 其实是不断的换皮的这种游戏 因为还是一个低成本高效去出新的一个作品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二的话 其实因为现在DMM上的这种黄油的话 它其实是我们要规律的话 它其实是属于网络游戏 它不是像以前买断置的游戏 我花个几千日元或者八九千日元买特点 我直接买了之后我打完 然后它有几十个小时的剧情 以及包括它的CG和包括一端的动画 现在就变成了OK 它的游戏模式其实已经非常像是手游的运营方式了 这个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刚好路过这家 这家也是一个就是线下售卖黄油的比较主要的一家店 线下售卖黄油 因为你的PC端的黄油 你其实到最后还是出那个光盘啊光碟 就是它们其实代表了传统的那个销售路线 对 销售渠道 这是非常约定 这样传统的销售渠道 对对对 然后在这里订 先预订 然后过来买 然后基本上你看黄油他们一家 然后另外那边再走几步 Soft Map一家 就是官方黄油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会是在这地方收 首先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的话 我可以说是悠悠白书 是傅健一博的悠悠白书 但它不是小众作品 如果你要从小众作品里面 我们再去挑的话 我们一步一步往下去说的话 可能会是 敌缘一致的巴斯塔尔和孔雀王 还有包括最近作者去世了的 烙印战士 白鲁瑟克 就是这一个品系 它这个品系类的话 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就是它的世界观设定里面 会带有宗教要素 它的原创的神与恶魔的这种战斗 要素等会在里面 然后在这部 这个品类 其实刚刚说的那几个 还是响欲世界的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能去接触到的作品 全都是日本这边 已经经过筛选的经典作品过来的 还有一部分 真正的卖也卖不出去 但是它不知道什么缘故 它居然在海外出版了的作品 也有 一般会在台湾那边出版 然后台湾那边出版之后 作为这个繁体的盗版书的话 会流入大陆 这里面有部作品叫做 Birds诞生 是山口让丝老师的作品 这部作品是开启了我去做线上社区 我去进行网络世界 赛博世界的一种社交的起源 因为它给我的冲击太大了 我们刚好到了也是个地标的地标位置 书全这家书店 叫趣味人专用店 也是铁道啊 什么偶像 什么摔跤 武术 电脑 各种漫画 然后色情书籍 色情写真籍 的聚合的一家店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连锁品牌 但是在秋园这边的话 你会知道它的顶楼的话 是定期的会去开这种 就是写真偶像和AV女星的贩售会 或者签名会 签售会 那我这一进来巧了 刚好看到西韦维新 你是二级老师的新作 戏言系列 戏言系列是西韦的出道作 然后这是时隔15年的新作 第一代男女主的女儿 西韦维新的角色 我的网名也就是 我一般常用的网名 Zerozaki 灵奇夜盟的灵奇 就是从这里面出现的梗 灵奇一贼的 这么一个所谓的 快乐杀人鬼组织 的名称 所以很多人喜欢西韦的 喜欢戏言系列的网名的话 大家都会在前面带一个灵奇 就像碰到组织这种 OK 我是Compute Science 我是计算机专业出来 你是学计算机的 哎呀 我学计算机最后选计算机的理由 也很简单 我自己想去一个人 独立制作游戏的话 当时想的法就是 OK 你画也不能画 音乐也不能做 脚本也不能写 那但是你要真想去做游戏的话 你最基础的 你会编程吧 当时是这么一个考量 但是谁能想到 大陆几乎也没有 所谓的这个游戏制作专业 是吧 后来后来也没走 编程这条路 后来想通了 你要做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 你不是说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到哪一步 而是说你怎么先解决你的钱的问题 你的资金的问题 你的回收 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回收它 这一个人的力量始终还是有限的 你要如何去获得可信赖的这些伙伴 一起去朝一个大的目标 我们同时去做这些东西 我其实从来没有在一个 比较正式或者正规的一个大团队里面待过 我都是比较边缘的 你用最近的那个赛博风客那个说 边缘行者这么一条线走下来的 我觉得能出国是 因为我是受日本这边的东西影响这么多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悠悠白书 我看过 有一句就是鲜水的一句话可以非常代表 就是鲜水在他死之前 他被那个打在里面 他说你为什么 你作为一个反派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要来这个 就是打开这个地狱之门呢 他说我当魔界侦探的时候 我去杀这些妖怪 我就是想看看他们 孕育出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风格 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过来这边 然后我又是那种很中二的一个性格 就是我所有的性格的成长或者说定型 我定型在我十三四岁那个年代 我当时看到的所有的作品 那是对我冲击最大的那个时光 我也想看看这些作品 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诞生的 这个叛逆是怎么出来的 那其实就是看作品 你看了所有的日本的这种 Jump系的作品 都是努力友情胜利 你得到了你的这些小伙伴 去做你的负一辈不让你做的事 就男人到最后你还是要出去冒险 去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 去证明你自己想的那些东西OK 我做的其实是对的 我证明你一看 我便服不了你 那我用行动去证明 当然了 一直在失败 疫情三年这边你是怎么穿过来的 我的话 我先是第一个一年半在家 就是一直在家里边待着 在家工作嘛 那也出不去 然后日本这边风 也不算风尘吧 但它就是靠自觉 然后从21年的夏天开始出来 再重新跑业务 那我们说一下你的这个黄油 你是跟他们是一样的模式呢 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显然是看到了这个市场的问题之后 我想去出一些不太一样的方式 而且特别是在销售模式上 以及包括你的制作周期上面 去做一定的更改 我其实是一定是要去缩短它的一个开发周期的 以及你比如说你做一款黄油的情况下的话 你有五到比如说五个女主角 五个女主角的话你去其实是不同的分支 那我们可以完全是按照DLC的这种售卖模式 一个角色一个角色出一套就可以 然后一定要做的一点是 你需要同时多语言 面向中日英三国语言的用户群体去进行销售 以及在销售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单单只有游戏本体 你所有的这些游戏的话 你都是说白了 你是一个卖角色的一个过程 你是贩卖角色 那正常在动画业界 或者说是在其他的游戏业界 它的角色的media mix 就是媒体联动展开的话 你照样该做的还是要做的 这个一定要说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现在已经叫做机构一号馆了 和机构二号馆 可能熟悉这块地的 会知道以前这里是世家的 世家的两个游戏机厅 然后也是世家没有撑过这一波的疫情 导致它在去年的时候闭馆闭掉了 然后直接股份全部是出售给了机构 机构这一家 还是游戏机厅 只不过就是主人换了 然后这里如果我们就不过去了 但是能看到这里的广告位 已经全部被米哈游和优斯达占领了 对我晚上也在拍过照片 对 这个蛮夸张的 就是中间的柱子 已经被米哈游全包了 包了好几年了 两周年了吧 然后OK 这边的最大的广告位基本上就是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两家 原神霸占了一块 然后最大的Soft Map这一块 这一块的话是刚刚说的布鲁阿卡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就一月份的时候布鲁阿卡的他的流水直接打直接超过了第一年半年的流水 然后有一个好玩的就是 像是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已经禁止学生玩这款游戏了 为啥 直接把他放掉了 因为他里面的主角是老师 然后所有的女孩全都是学生 然后这个游戏里面的很多的出现出场的角色都是怎么说呢 样子看上去年龄很小的那种 虽然他的很多宣传 虽然宣传画里面有很多巨乳的女孩 但是真正里面都是偏怎么说 萝莉像 啊我明白了 然后在下面的话是藏在那里的明日方舟了 这边的广告位基本上会被放智少女全部垄断着在 然后放智少女的话也是很神奇的在日本特别火的一款国产手游 招人其实最大的一个成本还是你很难去招日本人吗 你虽然是在日本 日本人他们的沟通成本太高了 特别是如果你去做的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互联网项目 或者说它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国际事业的一个项目的情况下 日本人他只能去做 你布置给他的事 机械劳动的事 所以我如果顾日本人的话我会很乐意顾一些画师 你只要天天画画就可以 但是像脚本家或者身优我们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自己去养的一个打算 我们说一下你后面打算这个你的这个作品的一些营销和后续的一些运营这些东西能讲吗 你有什么打算 简单简单说一下吧 核心的部分我就不提了 简单的话你第一部作品上线之后的话 我除了我作品的品牌以外 我还有我们的这种真人色情内容的一个品牌 也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熏夜企画 熏夜企画它其实是我们这边去主打真人软色情的部分 也就是更偏向于cosplay的一个部分 今天这个女孩是我们这边的签约的cosplayer 我们会给她出一些相关的游戏coser写真机 今后也会作为游戏选法的一环去进行展开 你还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应该差不多吧 我顶多是想说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小朋友 不要过早的去接触这些内容 讲完了最后有一句这个话 紧了事情的东西 好插播一个信息 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三连的鼓励呢 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来直接跟我讲